这给俄罗斯老丈人和施工队安排一次东北铁锅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是做了整整一大锅的小鸡啊 事情是这么回事 随着打地鸡的工作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 大家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最多还有一天就可以全部完工了 这也是辛苦了我们的塔西克三兄弟 每天都是早七点晚十点的这么干 其实我们也没有规定时间全凭他们自己安排 就这认真的态度也得到了全家的认可 所以在施工即将结束之际 我心思好好的犒劳一下他们 阿南大厨再次上线 给他们安排一次我最拿手的铁锅顿 这两天大家都累够像 然后我今天心地犒劳一下大家 给大家整整个铁锅顿铁锅顿小鸡 一个小鸡不够 买俩小鸡又买了三把鸡顿 这应该够了 火吃硬点 然后加点这 这边没蘑菇嘛 买点这香菇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加点土豆 一顿就完蛋了 一听说阿南大厨上线了 我家这小女的也赶紧过来帮忙了 因为她也好久没吃炖小鸡了 那是馋的不行 我老丈母娘那更是烹饱 一听说我要做饭 嘴都乐到喷脑勺了 那是给我一顿夸呀 妈妈 在丈母娘的夸赞下 我也是干尽始祖 今天必定是要拿出我食神的最高水准了 你们来疯狂上 我母亲就不用了 你为什么不吸一口 我只是吸一口 我可以吸一口 你吃了 有很多人 你吃了 你吃了福利吗 你吃了福利吗 好 要说今天这顿饭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不但吃的人多 帮忙的人也多 看见大厦忙着洗菜 二哥家的千斤也过来帮忙 我四哥一看 我做小鸡眼睛都亮了 那是赶快帮我食材烧火 这俩大米饭 要不就和脸吧 吃挺不顺小鸡 也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你煮大米 你都不拿碗凉的吗 凭感觉放水的吗 人家是插成文具多 你的是调调多 我个人说 让我娘家调调喝到水 花都开在阳光里 小店门前传来好听 来 手机 把车给我打开 来 让我把你赶紧了 不过有些鸡子 被捕了 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有两个鸡子 我们有对白鸡子 那你得给各个鸡子 你得给各个鸡子 我可能会没找到 没有 下一回是 我会已经来 这香味哪里上来了 妈 我一个月没闻到这味儿了 一个月没闻到肉香味儿的 不是咱口香那个味儿 你别跟粉丝一起 现在就到老张人家没给你吃肉似的 哈哈 哎呀 下肉了哈 菜场肉也太多了 冲锡 现在闻这个味儿还不够 有啥料 你就往里整啥就完事了 收获很满意 朋友打开电话说他在电影 前面又绕不完的话题 在开漫画的圆子里 香了啊 这把火棒 没有吗 我买点香菇 就个味儿吧 现在就小火炖了 大概炖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铁锅炖终于是可以出锅了 不是哥们儿我吹啊 这小味儿还是相当哇塞的 整个农家小院都飘满了家乡的味道 就像小时候傍晚时分 天上有罗日 锅里有老妈做好的饭菜 这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由于人比较多屋里面做不下 所以我们今天在外面就地取菜 搭一个餐桌出来 好漂亮 还真是漂亮 美丽的 超完美丽的 衹 allocation 先分开手 继续 考虑到二哥有点牙疼不能吃太阴 我就特意顿的烂乎一点 等我们把餐桌食物都喂好 塔吉克的兄弟们也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开始享用着他们从未体验过的中国美食 你不想吃吗 我不知道是好吃吗 我可能不吃 可能不吃 我可能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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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个祝福 我们今天要做好 让我们做好 自身,狼狼狼狼狼狼 大學, 挑好 如果说不错的话,你会不会煮的 我做得很棒 你会努力的 你会努力的 老大人真喜欢吃 一盘就没了 嗯,对 说句心里话 说句心里话 已经做过很多次饭了 唯独这顿,我觉得是最成功的 有时候做饭的意义 并非是美食本身 是有这样一个契机 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的 坐在一起,享受相聚的时光 有时候我总开玩笑 说给老丈人盖这个房子 是个国际工程 其实这更是一种缘分 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 有缘分坐在一起 可能事工完毕,我们就各奔东西 继续各自的人生 但我觉得在他们心里肯定会记得 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 西伯利亚农家小院里 有这样一个中国人 为他们做了一顿美味的 中国美食 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 衷心地祝福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